哈喽大家好 今天用一小把韭菜搭配4个鸡蛋 分享一袋好吃的 首先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4个鸡蛋 将鸡蛋打散 锅中热油 倒入鸡蛋液 炒鸡蛋的话油多一点会比较好吃 将鸡蛋打散 翻炒均匀 捞出装盘待用 再将韭菜切末 切好后放进一个大碗中 提前泡好的粉丝将它切碎 加入粉丝 加入炒好的鸡蛋 再加入生抽 老抽 蚝油 胡椒粉 盐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是我准备的饺子皮 把饺子皮擀薄 然后再炒入韭菜馅 像捏包子一样捏起来 搅拌均匀 平底锅加入少许的油 将油刷开 放入生均匀 放入做好的生坯 在这表面刷上一层油 小火慢煎 翻几次面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韭菜鸡蛋馅饼就做好了 一口一个 外面是特别焦脆的 真的好吃 皮薄鲜大 做法非常简单 不用发面也不用洗面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